香港大學與內地合作研發的噴鼻式新冠肺炎疫苗 獲內地當局批准展開第一期的臨床實驗 但距離研發成功至少是一年 新冠肺炎疫情持續了大半年 多個國家正在研發疫苗 部分已經進入臨床實驗階段 包括由港大微生物學系 廈門大學和北京萬泰生物研發的疫苗 亦已獲得國家藥品監督管理局批准 開展臨床實驗 香港大學說是目前唯一進入臨床實驗的噴鼻式新冠肺炎疫苗 負責研究的港大教授袁國勇說 由於本港沒有生產疫苗的設施 所以要與內地合作 而這一款疫苗是在雙重減毒的流感病毒在體 插入新冠病毒刺突蛋白基因的受體結合區 片段研發而成 採用噴鼻式炎系注射 是為了更有針對性 原國勇說之前動物測試效果理想 但是現階段很難確定應用人體的效果 比如保護性或者有效期是不是差不多 原國勇說疫苗只是進入臨床實驗的第一期 估計需時3至4個月有結果 若果要完成第三期臨床實驗 並推出市面 最快要一年 無線電視記者暫時報道